他们先回去了 我准备骑着平行车去前面的村子供我 这个桥是一个网红的桥叫红飘带 看那个桥上还拴着很多红色的丝巾 这边的减速带怎么两个两个围棋 新河乡乡村旅游度假区 感觉前面都是感觉是通往其他村子的路 看这边广西这边山的风景真的是得天独厚 这种卡斯特的地方真的是无与伦比啊 看着整个村子就是一幅山水水墨画 主要是我们我看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水 真的是手痒啊 真的想看看这条河里面有什么鱼 我能钓上来什么鱼 每个钓鱼人哇看到这样的水都是会兴奋不已 这环境太美了这里 好 这边现在这个微微细雨 空气特别特别湿润 现在我们进入一家民宿 这里还有一个荒废的游泳池 这个地方不是很好玩吗 哪里啊 哪里啊 哪个台子上 哪个台子上 这不啊 树上 啊 坐啊 那个上面 太高了呀 你看那个落差到水面起码三四米 我用多少米的杆子才能钓 我四米的杆子 我线 我线只能沾点水皮 而且它下面很多这种大树的树干 特别多 下面 所以 选中的地方钓鱼都特别容易挂着 但是这边水是真的清啊 这边有个点可以 那边感觉就是个 就是个 两人钓台 还有一把伞 就是个专门钓鱼的地方 看这边 这边可以钓鱼 看这边的 走下去看一眼 这边刚好有路 停 鸟语花香 这OK 那边 刚好是个钓台 还有人家的鱼户 鱼户 鱼户放着 那是专门钓鱼的地方 还有房子 那边对面两艘船也是专门用来钓鱼的 这边 玉米地 你看包裹地 哇 太漂亮了 大家 大家看一看这边风景如何 这边鱼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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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钓 哇 哇 哇 太美了 在这里 我在这边 离我 按一两米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水里 应该差不多有个一米多吧 然后再远一点应该很深 估计应该有两三米吧 像这种河的话应该也不会太深嘛 毕竟不是特别大 他们又换了一个停车位 哎呀 换换换 哎呀 其实这边有一个钓鱼的地方真的停了 不过上面我也没去看 我去看一面 实在不行我明天就 骑着小店驴 到这边来钓鱼来 嗯没看到呀 要下去吗 对 从那直走然后又转 好的好的 好的 现在换到这边来了 这边呢就比较清静一点 比较清静一点 主要是看看 跟我刚才找的钓位 怎么样 但是上面呢是河宽一点 下面呢是越来越窄 不过 下去看看吧 嗯在这里 看一眼水深危险 精致游泳 这里整条河呢都是可以钓鱼的 这边 这边 这边我说实话 这边我说实话 钓点的话 远没有那边好 而且这里是后面有棵大树 前面也有棵树 会非常影响抛肝 而且这边前面还有棵大石头 哇 还有块挺大的石头 实实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钓鱼了 除非是水浅 这块石头能露在表面 这样的话可以去 可以坐在石头上钓 现在的话 不太合适 哇我们停车这边有棵树好大好植啊 这是什么树啊 好高呀 看老粗了 在我这边旁边 我刚才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 如果他们跟我说这是木瓜 边上有个木瓜 我差一点点我就顶到上面的树 差一丢丢 OK 先把平衡车充给电 没电 没电了 房车在外面有一个后来插座的便洗性 那买房车的话一定要在这个台面边上装一个这个220伏的插座 这样的话在外面啊 比如说在外面做饭池啊 插个电盘把都很方便 插一些电器之类的 都相当方便 咱们停车位这边走过来 到石油走到农村里面了 这边倒是感觉还挺好的 可以小坐 里面应该还有吃饭的地方 扶贫项目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塘吗 扶贫资金10万元 扶贫项目公式牌 嗯 这边是一个小水塘子 不过水已经快干渴了 快干渴了 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看热龙钓鱼 看一看口啥地 天色已经黑了 看 跟梦幻一样 越龙跟越龙他刚才在那边试了 确实不太好钓 因为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前后都是树吧 前面还有块大石头 确实不太好钓 已经挂了一个甲儿了 所以我带他去我刚才发现的那个钓位去看一下 我刚才的位置就是非常好 然后景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这边呢又离得有点远了 有一点几公里了 一点六七公里 晚上过来 其实我们这边天已经黑了 但是用小米这个手机的录像拍出来 还是非常亮 现在水面雾气比较那个 哎呀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啊 哎呀太困了 今天起的有点早 所以说一回到房车里面 躺在床上就犯困难 连电视也没有抬起来 饭还没吃呢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 我在想要不要起来整点啥 想着车里面也没啥吃的 有是有 但是都是一些辣子鸡拌面啊 螺蛳粉啊 小火锅啊 挂面啊 这两天面吃的有点多 各种挂面 泡面 拌面 各种面 洗了不能躺在了 要躺下去 这样子不行的 看一个灯儿吧 随便吃 随便吃点 这不还有个面包吗 还有个面包 整一瓶酸奶 啊 凑合吃吧 凑合拔来一口 晚上还是得把这个天窗给拉上 白天很亮的 白天巨亮 老北京 2块钱一个 在那个 新老虎买的 挺好吃的 反正这个事儿挺奇怪的 反正这个事儿挺奇怪的 非常好 噓 吃 酱